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美国参议院11号以63票支持 35票反对 通过人民币汇率法案 旨在惩罚涉嫌操控货币汇率的中国 法案获得通过 确定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美国将可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反请销税 该法案在得到参议院批准后 还需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并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 中国方面再次对法案提出强烈抗议 并强调 如果人民币汇率议案正式成为法律 将引发贸易战 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署名文章 呼吁山东离音地方当局就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状况 向外界提供足够的信息 这份从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 公开就遭受监禁的人权活动人士发表同情语气的评论 世俗罕见 现年39岁的山东林仪盲人律师陈光诚 长期为当地村民从事维权活动 并通过法律途径抗议地方官员在实施计划生育中的野蛮行为 北京一份报章发文公开指责地方打击羊品牌不利 盖文表示中国大陆近来羊品牌频频出事 接连陷入质疑风波 如今这份名单上又添了一个新成员 国际知名奢侈品牌古奇 曾在古奇深圳分店工作过的员工近日在网上发布公开信 控诉古奇公司虐待员工违反劳动法规 在古奇门店上班喝水要申请 上厕所要报告 怀孕7个月的员工也要上夜班 最终导致流产 重庆市公安局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击查总队 星期二向中国官方媒体表示 重庆沃尔玛超市多家分店 涉嫌用普通猪肉假冒绿色食品猪肉销售 37人被捕 其中25人被刑拘 两人被执行逮捕 中国官方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周二在芝加哥透露 中国圣经每年递增350万册 总数超过5500万册 中国教会在文革期间一度熄火 1979年后开始复燃 据官方统计 至今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超过2300万人 拥有教会堂点约5万6000家 此数字尚未包括数量巨大的地下教会 和不愿参与官方教会的地下信徒 广州媒体报道 周二上午10点左右 在广州白云区中洛潭镇105国道旁的一个私营加油站内发生一起抢劫事件 两名男子头戴头盔 身穿迷彩服 骑五排摩托车 冲进加油站 用枪威胁工作人员 并抢走现金90多万元 两名男子目标明确 手段迅速 采取了多种隐蔽措施 不少居民怀疑是熟人作案 目前白云警方涉专案组 全期涉卡堵截 全力及凶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